大家好,我是Panel的小伙伴,我是本期大伙伴,来关键一下目前国服S1博士,已经爸爸好久了,上上礼拜都是他第一,知道这样的话,佣兵画家油猜小九,小九还不错,油猜也可以,然后画家的话呢,我觉得打博士就基本上没什么用,画也没有用,他的那个上挂体制也没什么用, 遇到博士,基本上六无动,然后该打倒地了,小九师的话,这边第一口酒喝上飞轮CD还有20秒,博士这边带着是不是反过去,小九师这边选择比较稳的一个打法,就什么呢,我倒地以后,教自己喝酒,这个思路的话,我在之前半年前,有一次我经常就特别讲到的,就是魅克那个时候打了一个 他的思路也是打博士就,我这个酒不一定喝得上,对吧,我浇了这瓶酒,我倒地了,快速扩刀的可能性还是蛮高的,你在干嘛呢,我等到我浇自己了以后,把这口酒喝上,我不需要麻烦队友,我这是个蛮雪,你再来抓我,我要吃两刀,这个思路我觉得非常好的,是一个很求稳的,当然你对一只也操作有信心, 同时还有一点什么呢,当时如果调酒是他飞轮,好了,我觉得他可能会选择喝这口酒,飞轮美好,你操作不起来,这口酒就留着,教着自己喝,挺好,然后这边喝完以后,对吧,再调一瓶酒,哎,就很舒服了,你待会儿这边来抓我的时候,我有飞轮了,那你打我一刀,我可能以后就给你拼一枪,对不对,我自己都交了,大家这边的话, 画出来,画也没啥用,这局的话,博士的一个技巧就做很快,刚才抓邮差,邮差也是略不动的,这里的话,对于博士来讲,他应该是会针对这个邮差打,我觉得应该会针对这个邮差打,对,他需要针对一个点打,先把这个人打成一个交自己,然后二岛的一个突破点,待会儿你再队友摸起来,你就是一个,就你这边,再打了以后,你需要,首先你需要, 消耗一个队友的人力,过来把你摸起来,其次呢,你这边是一个倒地煤,那么这边的话,我觉得调酒师有空去把这个邮差给摸起来,以后给他送一瓶酒呢,兄弟还有的大,因为这套智容确实看上去还不错,虽然说画家这个点,打博士用数不大,但调酒师的点,其实还是蛮有用的,还是蛮有用的,调酒师被找到了,哎呀,那这二岛调酒师来教自己的,这调酒师这波看一下能不能操作起来,有飞轮的, 飞轮等到什么时候,现在已经不交飞轮,喝上酒,然后用飞轮,开车吗,开车也行,开车也行,这边等你上来,开车,那我不是这边,先针对这个邮差马,先针对这个邮差,把这邮差给摁了,这马调酒师我觉得操作,他的选择,近乎于完美吧, 牵制不动是正常的,但是呢,你的选择可以,是有多种多样的,你可以选择正面硬钢一步,我牵制不动我也要硬钢,我相信自己的操作可以,但是你这边像调酒师这波选择,就我觉得很快,调酒师这边的话,把游战捞起来,游战这边的话,就在旁边呢,没办法,这个位置应该是,十有八九, 我拿个重机,把自己,刷到涌动状态,刀破板带走以后,这个传送可以交了,这个传送可以交了,来,大哥怎么停住了,投资,好的,好的,传送落地,秒人吗,因为我们看到鬼屋这台机子是只剩百分之二十了,他可能要留着传送了, 局上面来讲,调酒师这边是,二岛,画家这边的话,还没有倒过地,这边的话是,趁你一个,落地瞬间百化,但是博士这边反应非常快,直接起一刀,马上骂给顶了,再回声过去打,再回声过去打,这边就在看,看到了,应该是看到了吧,等会,我怎么感觉他有点卡呀,他怎么,站着不动, 看到密码机了,还是管密码机啊,他一定要管密码机,因为球者这边是一种东西其实有点多的,这优兵手里有三个互必,打佣兵,对,打佣兵,慢慢的号,慢慢的号,你外面,这画家倒过一次地,调酒师倒过一次地,调酒师是一个明确的交字起,画家的话呢,即便一定是会比调酒师多起来的,然后两个人补状态,对吧, 我觉得,这些博士应该是都能够分析得出来的,那么,外面的话,你们待会儿,在,补好状态之后,去同时起机子,我这边先把佣兵消耗殆尽,然后击倒佣兵以后,我传送打你们外面是哪机,我们看,球者这边是选择,去抢鸟轮的机子,还是外面同时,佣兵这边的话,很快啊,三个互必已经全部耗尽了, 调酒师这边翻了一根针,画家这边状态没捧满,这波其实我觉得要把这画家状态捧起来的呀,这画家状态没捧起来,那不是一刀直接变成一个,倒地没得突破口了吗,再一个拉刀,跳批,嗯,球者这波的话,我觉得,没有能打出一个,比较合理的一个节奏点啊,这边的话, 这个画家,现在被打出一个二刀,其实很伤的,因为他们这里,是修不开的,那也就是说这边,你即便画家交了这么自弃,待会被博士找到以后,他也是可以,再加上调酒师这边是个交自弃,我就把博士拿下了,在最后这个点的时候,我觉得这边,把这个画家摸起来,应该是摸满个更好一点, 这边,用冰把画家摸起来,好的,大家看吧,毕竟,游戏还没有结束,但面对这个模式,我觉得,出生者,这边还来了一个肥胖流,那没了呀,这边是最大的遗产,直接被压制住,这个交自己的调酒师倒在这边,传送落地,找用冰,好的, 画家的话,还在外围,因为画家不太敢,再出现在地图的这半边了,或者说不太敢,他也不能出现在博士的脸上,他是一个倒地煤,摸了一根针,这把的话,其实还可以啊,三个人都摸了针, 博士这边的话,应该是怕,怕这边有人来把这个机子给抢了,因为他现在没有传送,所以过来看了一下,找到佣兵,完成一个, 死抓,应该是一个死抓,应该是一个死抓了,画家这边摸满,跳地,跳,因为这佣兵是一倒,等到佣兵交自己的时候呢,那个博士的传送是好的,所以说佣兵这边,即便你能交自己,我这边再传送回来打你佣兵也行,这个画家是个倒地煤,那这把唯一能跳地叫可能性能就是佣兵,佣兵这边的话,他, 起来,找这边的玩意叫,有有可能,因为佣兵交自己的话,藏一刀,但他手里面没有道具,27秒以后就没有传送, 其实我觉得博士要追伺的话,他这边其实可以等一等,等自己的传送CD好了以后,他再去击倒这边的那个,画家会不会更好一点,佣兵这边在准备爬吗, 交自己往前冲,这边他博士就坏地叫了,等你过来,稳了稳了稳了,风地叫,那好像也没什么问题,我刚刚少算了一首风地叫,风地叫就可以了,风地叫就可以了, 好的,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边,应该就结束了,佣兵没有任何机会,这边你交自己来嘛,那佣兵自己都没交,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